我這樣說好了 錢被人家偷了那是一回事 偷了還不希望報警 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了 明依 現在狀況是這樣子 警上門藝營藝營還想要私了 是怎樣關關相戶嗎 是害怕什麼事情嗎 聽說還跑去警察上門 他跑去找調查局 是要想把這個事情不要公開嗎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 我覺得你剛剛說到重點 就是藝營他的目的 他只是想要抓內鬼 想要把這件事情私了 所以他才會透過關係 他不透過正常管道 警方都已經上門了 你不配合 你也不調監視錄影帶給人家 你就只想透過關係 他就找調查局 就後來人家台中市的 這個警三分局的偵查隊隊長 都已經帶隊上門了 然後就跟你講說 你有被盜領 然後藝營竟然還吞吞吐吐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被盜領 你不覺得這個很扯嗎 警方都要來幫忙 然後還跟你講說 不然你拿公文來 就後來人家警方 真的也循規盜舉 好 你要公文 我就回去 因為警察想抓 對啊 警方急的是那個 我就說我們 我們的認知 就是警方想要抓嫌辦 藝營只想抓內鬼 然後然後他就是警方 眼人家真的後來拿了公文 他說你有了公文 不行 我們這是分行 所以我還要拿去這個台中的 這個南台中分總行 還要拿去寢室才可以 那所以就是說 你經過這樣寢室來寢室去 寢室來寢室去 你公文往返時間 人家這個 前面都不知道 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這個就是藝營 就是一直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就是不願意跟警方合作 然後就只相信 他那個新北市調查處 所以才會延誤這樣子破案的時機 這個國動委員 這聽起來 真的已經是一把火燒起來了耶 上次就是因為他有人說 人在家裡坐 然後七百萬被人家盜走了 然後人家去找藝營 藝營說這沒有沒有 這錢是看對啊 這錢是你拿去提的 後來這個受害者還報到電視上爆料之後 藝營才說 好啦好啦 我把七百萬給你 這事情已經讓藝營很丟臉了 丟臉了丟臉了 怎麼會有這麼傲慢的分行的經理 監視器拿出來看有很誇張嗎 把監視器給警察看 有很誇張嗎 因為是禮拜天 我休假 他認為說錢丟已經丟了 其實一個銀行那麼大 幾千萬真的不是大數目 我們看很多他們覺得不是很大 重點是他們覺得怎麼善聊 對他們來講比較好 那內部剛剛明玉講得很清楚 他如果說能夠把內部人 到底是哪個人出狀況找出來 遠比說我交給警方辦 警方辦 我的錢要不回來 其實能不能要的回來 對他來講 我感覺不是那麼重要 不是 我要說一件事情 委員真的這樣子好了 我說我例子好了 警察拿一個公文 跟我說要調我家的監視器 我會跟警察說 我問一下我太太 應該不會吧 他的態度是怎麼樣子 警察拿公文說 我要調你的監視器 他竟然說 我請總行在用書面回覆給你 我請總行在拿書面回覆給你 人家就知道了 人家就去了 還是剛我們這個 剛開始講的時候 那種現在是一樣 就想大事話小小事話 而且我的看法是這樣 他說我要報告總行 總行已經知道了 怎麼可能不知道 警察到你這邊來 你說掉了多少錢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一定會嚇一跳 他會那麼的所謂的 氣定神閒 我報一下總行 然後我們瞭解狀況 表示他們已經心知肚明了 那既然分量知道總行 怎麼可能不知道 所以總行態度 大概也是一種保守心態 想這個事情 我看不要宣揚 不要把他弄大 然後我們先瞭解 到底我們哪個團結 團結出了問題 反正錢丟都已經丟了 已經既成事實了 所以這是一種非常非常保守 而且我覺得非常 一種非常不好的心態 因為你這個錢 縱使有保險好的 縱使保險公司會理賠 你要考慮到這些不法之徒 還有會不會讓其他的 行戶也會蒙受一樣的損失呢 我覺得他們太沒有所謂的社會責任感 所以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金管輝跟財政部說任的話 財政部可是議員的最大的股東了 財政部是納稅要講他們養他們的人 都沒有反應 好 但是這個俄羅斯可是有反應的 律師 俄羅斯在二月份就已經示警說 這個機器會有問題 因為已經有盜領的案例 後來才發現到原來 原來在eBay 你是可以買到這個機型 eBay 什麼都買得到 連這台也買得到 是 這個eBay會買到的話 應該可以想像 因為總會有些地方 有報廢的機臺 對不對 然後他就拿去賣賣看 那其實可是這一賣 可能就出現問題了 對不對 因為那我們就可以帶回去研究 那研究 他可以還可以不斷地模擬 測試說怎麼樣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對 因為ATM 大概可以分成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電腦本身 第二個電腦 怎麼樣去控制這個他吐槽 那這次需要設計特別的驅動程式 去幫他去做這個動作 那麼怎麼樣去控制這個驅動程式 怎麼樣去鑽這個電腦的漏洞 那麼既然犯罪集團有機會不斷的模擬的話 那真的是太好了 我只能這麼說 所以這個是真的千錯萬錯 真的是這個銀行 真的一點這種就是防備心都沒有 你看二月份俄羅斯就示警說 有可能可以從ITM拿到錢 然後在上上週的時候 藝營就做軟體的更新 竟然沒有double check 我這樣說 如果今天藝營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首先這個是一旦發現漏洞 就像您所說的俄羅斯已經示警了 那表示已經發現一個漏洞 而且這個漏洞公開了 就請大家趕快修補漏洞 那麼他的修補是不是夠即時 其次就是說他的修補中間 是不是針對這個漏洞 我覺得都很難說 會不會是這樣講 說俄羅斯市警有漏洞 因此這個資安公司就說 這個漏洞我要修補 其實就是把兩支毒給鑽進去 因為現在工程師 確實已經有工程師 他失蹤了 首先俄羅斯市警的話 通常都是屬於比較公益的團體 市警 那如果他們這個 我們不太適合把他們犯罪 也連結在一起 那至於工程師 那可能會變成藉口 變成是我是這個軟體公司 我說俄羅斯市警了 所以我給你更新 update你們藝營的資料 然後隨便丟兩支軟體進去 這個沒有什麼事 不能排除的 我只能這麼說 但是這個到等到真相大白才知道 所以看起來藝營真的不能 我們這樣講 這個錢被調是一回事 但是重點是如果人逮到 這個錢不見得會出去 不是嗎 就是如果當時還在犯案過程 ING的時候 映營他腦筋轉很快 立刻就像我們這個委員說的 立刻就把這個警察找過來 然後趕快處理 這樣講好了 有志為什麼警察不能強制 去做這個事情呢 因為我們知道每次警察 他有人來報案的時候 我們畫面上看很多 就是那個車友 車手有沒有 才從ATM拿出來前一個年輕 十六七歲小朋友 馬上四個大汗警察 每個凸渡狀態 直接把他過肩摔 然後抓起來 那為什麼警察不能做這個事情 通常警察是因為要犯罪事實 那他只能民眾他有這樣的疑慮 但是他可以到現場去關心 但是金融體系 通常尤其像保險案 保險案也是 詐保案通常警方都是被動的 通常都會 都是因為有保險公司懷疑 然後再跟金管會 然後金管會再跟警方 你意思說關鍵事是 藝營沒有報警 就算是民眾報警 藝營不配的話 這個事情也就是白搭了 警方不能說民眾懷疑 這個東西有問題 所以我來給你做調查 你要給我犯罪事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自己都說我錢被偷 那等一下 那保險公司要去指付嗎 要給付這些錢嗎 因為問題來了 現在有人說ATM的錢 是保險公司已經有保護了 可是現在從過程當中 就是藝營自己內部人員疏失 你知道多誇張嗎 他真的很誇張 警察上來了 他不跟警察講 他跑去叫調查局 要把這事情給攝攝 這種腦袋 這藝營是活在中古世紀嗎 好 現在重點來了 這八千萬 這總共有八十公斤 那麼當然這個藝營 因為他自己不明的原因 這個沒有去及時報案 因此也沒有辦法及時逮到 這些囂張的俄羅斯的人 我不知道這兩個回到俄羅斯會在偷笑 台灣很好騙 台灣銀行好爛 隨便拿就拿個八千萬 還炫耀一下 你看我拿著錢 好 但問題來了 其實有些人好奇說 這八千萬也有八十公斤 可是我們知道 整個過程讓我們看一下 這是模擬的畫面 這模擬畫面 這是大概八千萬長得像這樣子 八千萬就這樣 可能我一輩子 我這輩子大概也沒有辦法看 這麼多現金在我前面 這是八千萬的樣子 這八千萬的錢 要把它瞬間的消失掉 買鑽石嗎 鑽石有可能 因為可能貴的鑽石幾顆 可是也要好幾顆吧 那這個看起來 還是直接去買股票不可能嗎 因為他對台股不熟 禮拜天沒開市 買比特幣好像也有點困難 因為比特幣還是要匯錢 好了 所以答案 應該是地下匯兌的可能性 比較高吧 米佑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因為八千三百九十萬 八十公斤 如果壓在我身上是比我體重還是 很爽 很爽 對 我當然說很爽 最好把我蓋子整個身體都是 比一包阿嬤圖還更重 阿嬤圖就沒有人都搬起來 可是就有人指出說 如果他是用匯款的呢 可是自然人 你去過銀行 你知道你超過五十萬 他的行員都要拿去後面 給主管回家做什麼 因為他們要通報 所以你匯兌 你超過五十萬就是要通報嘛 好吧 那找人頭可以吧 八千多萬 你算一下 五十萬 那就要一百六十幾個人 的人頭你才匯得完 那你一個犯罪集團 要擴大到那麼多的犯罪結構嗎 不可能 而且那麼短的時間 另外有人說他如果像之前一樣 有一些從中國回來 帶很多現金在身上 綁在身上 是不是 綁在身上 八千萬 再看一下 這八千萬你怎麼綁 兩個人怎麼綁 這八千萬你怎麼綁 你如果是叫王時期來綁的話 他就現在王時期的想像 他身材過三倍 就這個擺進去就是這樣子 因為王時期才四十公斤 四十公斤帶了八十公斤的東西 不是三倍嗎 而且如果說 好 如果真的有辦法帶 我們的X光劑會照不出來 是 結果照也沒有 而且我們國內規定 你超過十萬就是要申報了 所以這兩個可能性很低 因為銀行如果發現說 你超過五十萬 你看像阿公阿嬤要用詐騙進行 銀行怎麼會說 你這個錢是要拿去哪裡 所以銀行的警覺性 現在是非常高的 所以警方就研判 他認為說跟國內的這個什麼 詐騙集團一定有接頭 為什麼 因為你從他的犯案的路線來看 既然涉及到台中 剛才實際節講 車在台中找到的 所以他有懷疑說 祖賢可能在國外 然後這些人都只是賺取佣金 是國內外的國際詐騙集團的配合 我們不只到國際上去很有名聲 跟國際的詐騙集團是互相配合的 好吧 那就有銀樓的老闆就出來說了 其實很簡單 對 很簡單 我們都知道銀樓其實是最大的地下匯退公司 這我們都已經曉得了 他說現在很早以前 台灣就有地下匯帶公司 為什麼這個公司會成形 過去我們在中國的資金調度都不容易 都透過地下匯退公司 而且我告訴各位 這個不用留資料 你照記得付錢就好 所以這八千多萬我剛才幫他算了一下 如果一萬塊你要付兩百塊的這個佣金 那八千多萬一百六十萬就解決了 那我一百六十萬給你 我國內的這些詐騙集團接手 透過地下 還有八千兩百多萬 對 只是零頭而已 那我這個匯退多快 你只要跟外面 國外的指定銀行 稍微稍微出去 銀樓對銀樓 對 台灣的銀樓就對這個國外的銀樓 如果你是地下匯兌公司 他就對地下匯兌公司 他只要去出示一個號碼 他認號碼 認資料不認人 就出去了 所以他說只要五到十分鐘 五到十分鐘 你八千幾萬就出去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這是大家認為說可能性最高 而且各位要知道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在臺中漢口街 就破獲囉 當時全台灣最大地下匯兌公司 就在那邊 也是在臺中 所以我覺得臺中的地緣性來看的話 你這個動輒數億 他們匯到港澳地區 因為你要想這個 這兩個俄羅斯人是從香港過來的 我們最大出口匯兌的對頭是哪裡 所以他只要透過第三地在匯為俄羅斯 這不是不無可能 所以要匯這八千多萬 我老實說 你現在調查 你看依易營的態度 現在人家就毀了 而且你看他是分批 我在懷疑說 他根本就分批已經匯出去 他只要跟這些地下匯兌公司 詐騙集團 他只要跟地下匯兌公司匯好 這些錢早就出去了 而且另外也有人說 那會不會去找臺灣人去代買股票 我覺得這個時間太過分了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換比特幣 因為換比特幣 最近我們看到國際非常多的犯罪結構 就是換比特幣在網路換了之後 其實你個資也可以造假 可是我可以到國外去取款 把比特幣變成現金 可是最有可能的 另外還有一個最有可能 傑銘跟剛才說換鑽石 如果他們事先找就溝通好 找到買賣家的時候 其實換鑽石的可能性不低 所以我認為說這些詐騙集團 他們是有計謀性的來犯罪 然後臺灣的詐騙集團不用米 因為我覺得他剛才以前給他送品 伊甸市有竹家說 是有臺灣人設計 所以我認為是兩地國際性的詐騙集團 他們早就已經把計畫研理好 我怎麼樣會對 怎麼樣換成其他的方式把貨幣帶出去 不然他要八千萬 說比較簡單 八千萬一早就要想好 要怎麼拿出來 不可能真的傻笑說 好像扣阿嬤同樣扣出來 如果說八千萬給我扣 我是不敢去扣 好了 但是回來一件事情 你知道剛才明友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到什麼地下會對公司 其實講白了 就是銀樓啦 你知我知 就是某個銀樓 這個其實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那因為很多的臺灣人 他們在中國大陸有做生意 那有些錢 你從中國大陸出來要先課二十趴 這是中國大陸規矩 你一出來就課二十趴 那怎麼辦 你怎麼出來 所以這時候就有這個所謂 地下會對公司跟你說 沒關係這個錢你給我處理 你把錢就是在中國大陸用人民幣 臺灣你就用臺幣 那是因為臺灣有臺幣的需求 大陸有人民幣的需求 所以兩邊一刀故事結束 你知道嗎 八千萬 他們幾億都會 對 好 那剛才明友講一句話說 那有趣了 不是整個會對的過程當中 需要五到八分鐘嗎 那好像五到八分鐘 也需要點時間 對不起 數鈔票你要不要時間 數完這八千萬 大概就是五到八分鐘 所以五到八分鐘 不是會對的時間 不是像你到銀行 要貼很多的表格 可能搞了好幾分鐘 還要取掛號 MED LON MED 好 你就是算完是八千萬 雙方對證五五 然後留下佣金 再見了 那錢已經到了 香港去了 好了 所以聽起來真的很恐怖 所以我要問一下 友誌 這個只要跟這種這種 這種錢的跟你都有關係 那現在聽說有一種叫做哈瓦拉 這哈瓦拉非常的盛行 連ISIS也使用 所以基本上來說 現在是所謂的一組所謂的條碼 這個條碼直接到認條碼 不認人 這怎麼回事 對 今天跟你說對 他為什麼在ISIS也會來用呢 因為哈瓦拉 就是源自於他的伊斯蘭世界的那個 那個阿拉伯文叫哈瓦拉 H-A-W-A-L-A 所以他是他們在當地用的一種地下匯兌系統 我覺得剛剛民佑分析很好 尤其其中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要支持民佑 因為就是一個鑽石那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很有可能是他們這次 鑽石最明顯 大家最知道的就是那個劉韋傑 你記得嗎 李綠玲的那個案子 32億 那個鑽石他只要一小袋就出去了 32億 你剛才看那個 八千萬不是好像算了嗎 他是盜賣一個銀行的股票嗎 一個票券 一個債券 對 他把那個花旗銀行委託的那個票券 全部賣掉之後 他自己32億的股票 把他縮成鑽石就這麼一小袋 帶出去到大陸去 很快啊 也很快啊 不過這個呢 像民佑講得很好 就是要有長時間的準備 鑽石你不是說明天去那個 鑽馬鐵鑽石啊 一定要慢慢收持 那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您這次講的哈瓦拉系統 因為他是ISIS世界的 就是他是印度跟那個什麼 杜拜那個地方他們興起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東西已經很久了 主要就是你看中間 就是要支付5%到10%的手續費 就是說我今天這個錢 我從羅友智這邊要匯到張民佑這邊 我如果500塊 我要先交給5塊錢 給中間那個單位 然後這個東西 我錢 那個 張民佑就可以從那個地方 再領到那個錢 這個概念很像什麼 我們中國以前宋朝 有一種叫非錢 有沒有印象 非錢的那個 那時候設計就是說 我今天呢 我從北京要到那個 那個杭州去旅遊 我身上不用帶錢啊 我只要人去就好 但是我只要把錢 給北京這邊的一個銀行 他們以前應該叫 不是叫銀行吧 應該叫類似那種櫃台 錢莊 他只要拿給他 然後領一個條紙 然後我走走走 騎馬騎馬騎到那個杭州這邊 我在杭州一樣 再去跟那個櫃台說 這是我在那邊拿的條紙 我就可以把那個錢拿回來 就是以前我們那種非錢的概念 哈瓦拉就是這種概念 我在這邊我要洗錢 我從印度 我不用啊 我不用帶錢 我只要到 到那個杜拜那邊 我把一個條碼 你剛才說那個條碼 給他看 你看這個就是我的條碼 像旅行支票一樣 有點像那種感覺 錢就可以帶走了 你看這種東西多方便 因為這是來自於一種信任 因為我沒有銀行了 變成說我要信任 張明佑他在做那個哈瓦拉的 只要他說好我就說好 那這種東西 小從我們台灣這種外勞 我們台灣不是那個 有在台灣工作這外勞 每個月那兩萬三萬的錢 他們可以做 大到什麼 大到那911攻擊 連那種支付那個軍費 有沒有那個油錢 跟那個支付那個 那個要恐怖攻擊的薪水 都可以用哈瓦拉來做 連那種兩億三億美金的那種錢 他都可以用哈瓦拉來做 所以不論你錢多大 對他來說不就是一個數字而已 就是一個Number 那背後應該有銀行 應該一個很大的銀行 銀行體系 或者是一個黑社費 黑幫的人 他用這個方面來洗錢 昨天我們台灣經典的事情 甚至有人就直接匯到了菲律賓 用菲律賓賭場 直接洗錢完畢 不過說真的 5% 5%有跟各位報告 現在因為這個生意實在太多人做 據瞭解5%都錢多 甚至已經殺到1%2%了 可是我們還是很好奇 俄羅斯人怎麼知道台中的銀樓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好 這個台灣人可能勢必被逮到了 那麼勢必已經被發現 那可能會被逮到 好 問題是 這是這個已經是現在 這是現在要解決的事情 可是以前我們看一下 大概102年的時候 台灣曾經有政府 政府的所謂的這個 就是公文系統被害 這怎麼回事 102年公文系統被害 而且遇萬個機關遭殃 資安怎麼防 這時候就是國家資通安全通報 這個應變網站裡面 所說的件事 裡面有講到 哇 咪咪媽媽這麼多事情 這件事也必須被更正 然後一個ICST 講得很複雜 來實際告訴我們這件事 這害客還看到我們台灣的公文 可能都消失掉了 就是說現在因為手法 犯罪的手法就越來越新 就是因為大家都上網 所以你害盡電腦裡面 你可以拿錢 你可以偷人家的錢 你也可以偷人家的資訊 比如說商業間諜 可能害盡你的電腦 他就知道你這家公司的 一些高度疾敏 那如果就放在政府機關的例子上面 就是別的國家 如果想要刺探你這個國家 內部情資的時候 他也可能透過電腦 放入惡意城市 然後他就可以知道你 政府單位運作的那些機密 那因為我們 我們的政府其實在這些年來 過去十年來 十多年來就慢慢的 就是也因應這個時代的變化 所以後來就變成電子公文 就不要用 不要再用紙本 一方面也環保 然後電子公文其實也迅速 大家記不記得那個 馬王政爭的時候 把王金平拔掉的時候 哇中選會是立刻用電子公文 通知立法院拔掉了拔掉了 他沒有立委這個 就電子公文的好處 也就是說迅速 但是你的你的那個防火牆 你的加密就必須要很嚴格 結果沒有想到在三年前吧 我們行政院的這個電子公文系統 就被人家害了 那本來還沒人發現 它發生在102年的5月15號 那結果是有一個公務員 他就上網要 因為公文要交換嘛 就我這個單位的公文 可能要交給 譬如說我外交部的 要交給教育部的 那教育部的還要發下去 給各級單位 各級學校啦 公立學校等等的 結果他就看到 他的電腦上面跳出來說 有新的 就是電子公文交換程式 有新的這個檔案 所以你要去下載 你才能更新 然後變成一個最新的版本 所以他就跑去點了下載 下載之後 他的防讀軟體就跳出來 提醒他說 這個城市裡面有兩個惡意的城市 然後就提醒他要注意 然後這個事情 這個公務員 怪怪的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為什麼他一更新那個軟體之後 就會發生有惡意 被提醒說有惡意城市 他就通報了行政院的資安中心 這件事情內部 行政院內部才知道 那重點是在於說 5月15號發生這件事情 還好這個公務員還蠻激緊的 他還知道說 我要趕快去通報 行政院的資安中心 但是整個政府的單位 就希望說 這件事情沒有人知道比較好 沒有人知道這樣 我們就不用跟大家交代說 我們有沒有政府的公文被外流 萬一有密件或是有機密的話 就跟營營的態度一樣 就跟對 小事話 我忘記是沒有 沒有 大事話小事話 沒事沒事 然後後來是因為媒體發現了這件事情 因為公務員就發現了 那公務員通報之後 總是會消息還是會在內部有擴散 好記者發現了之後呢 這個政府才在這個5月24號 事情已經過了9天之後才承認了 啊是啦是啦 我們被害了 那這個被害 不要擔心喔 雖然我們受影響的有7300個機關 中華民國政府7300個機關都受影響 但是大家不要待遇 沒有機密的啊 這是政府的態度 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 因為後來也沒有人再繼續追 因為你不知道說誰 我懂 因為根據李萊希的說法是說 李萊希嘛 就是李萊希的說法是 因為他們看不懂台灣的公文 所以不能領退休金 所以可能這些害者人看不懂公文 所以就沒有關係了 可能是勞工去害公務員 所以他們因為看不懂公務員公文 所以害者無所謂 所以公務員他們比較就是覺得 這種事情就不用在意了 可是我懷念事情 我問一下有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假設我們假設 因為如果時光可以倒帶 對 蔡幸夫妻打電話了 還有台中那個說 你幹什麼 就是拍照了 他也跟警方說了 我這樣講 假設這時候 他這個警察就接到報案 那個時間大概差不多是 晚上十點鐘左右 他就去了找了藝營 藝營也很配合的說 好我報案 好我報案 然後給了這個監視帶 我請問一下 這兩個俄羅斯人跑會去嗎 我覺得很有可能抓得到 而且那個錢也不會 地下會對也會不出去 你看因為台灣的警察系統 已經有辦法做了 你165詐騙你還記得嗎 我現在馬上被騙了對不對 我只要打165 然後說我現在被騙了 你只要這幾個字講出來 時間地點地址 你的帳戶一給警察 馬上咔嚓就斷掉了 起碼可以把他攔在海關 不會讓他出去了 所以台灣現在這種 cut的那種系統 絕對是絕對夠那個能力 所以cut什麼 連人我都可以把你cut 那你可以告訴我家順序 現在已經是有拍到相片 這個車號了 在台中 然後在台北 在古廷分行已經發現了 這時候呢 他們去了警察 去了這個銀行 銀行端說我報案 那假設十點鐘 已經知道這個人的長相了 好 也都知道他的這個租車的號碼了 所以如果這樣 因為租車就可以追到 追到的是那個 就是這種車 零貴嘛 零貴馬上就可以 照出他們兩個的相片嘛 好 我問你今天是 以你了解 警察的速度來看的話 從他把這個 只要一報案就啟動偵查嘛 對 那麼這個車號 一旦被確認完之後 依據警察的速度來看 多快時間 可以把這兩個就逮住了 我覺得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照到這個人 兩個小時 觀眾朋友生氣了沒有 易營 他如果當時 這兩個分行的主管管他事實 叫什麼名字 他們就說好 我就是報案 你知道嗎 兩個小時之內 你就不會看到這個白俄羅斯人 在這個機場裡面打哈欠 他們現在可能已經回到俄羅斯 爽得很 台灣人超好欺負的 你可以接受這件事情嗎 好了 回來我們要問一個嚴重的問題 歹徒為什麼要挑台灣 這個時間點挑得太剛好了 因為那時候剛好 因為台灣第一 我們的ATM密度世界最高 我們每850個人就一台ATM 太快 真的是全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島 竟然兩萬七千台的ATM 太方便了 我跟你講 我前幾天才到那個高雄 小林村去出差 去拍東西 小林村 我連村的裡面 隨便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旁邊 都一台ATM可以領錢 台灣之方便的 那台灣既然這麼方便 那是歹徒最好下手的地方 喔 所以他一定 所以他一定是 他不可能去找一個說 兩萬五千個人 才擁有一台ATM 那我今天我從 加州要去領領完之後 我是不是在佛羅里達州 再去領 太累了 太辛苦了 我不用啊 我這台 這台提管機吉林分行 領完之後 我可能就要松江分行 那要兩步囉 走路就到了 很快 很方便 對 那時候呢 剛好那個 那個第一營航又在換那個ATM 這34台 還還剛好 我跑社會新聞 我一直不太相信有什麼叫巧合的 哪有這麼多的巧合 只要你看那個警方公布的那個線索是 歹徒這時候剛好經過什麼 然後什麼 這個或者是兇殺案 那個老公剛好殺 殺了老婆 那個他老婆在家裡沉屍 老公剛好回家看到 那就已經是老公殺了嘛 世界上有這麼多的巧合 那一營剛好換了34台ATM 這34台ATM就被害了 化得故事 也太巧合了 那怎麼會這麼巧合呢 那這個巧合來自於什麼 因為換ATM要做多少動作 那這個動作呢 包括換那個軟體 包括工程師要從裡面重新設定 那這麼剛好 那這個這幾個人 剛好這四天來 那這麼剛好颱風來 那這麼剛好 這颱風兩天又是休假 對 一切也都是太巧合了 我覺得巧合也太過於 幫助這些惡毒事 好 第一個我們密度很高 第二件事實在太巧合了 我要介紹我們來賓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鄭世維 世維你好 傑民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世維我們看一下我們銀行的 資安問題很嚴重喔 是沒錯啊 所以說你看到為什麼 獨獨只有藝銀 其他合庫張銀 這些公股行庫 甚至於郵局沒有 對 這一看到了 如果說像有志講的 那麼剛好 怎麼只有藝銀而已 怎麼會只有藝銀呢 這問題我們去追下去 而且你看我們藝銀副總 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氣定神險 是我們真的 ATM有故障嘛 我們現在在查 這麼的這個異語輕鬆 你這個副總如果當天就報案 你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我覺得這些人是不是 這個小英是不是要來處理一下 不過我這樣講 雖然有些銀行是真的像藝銀這樣子 真的是 我已經是不知道慶祖如蘭書 可是很意外 這個富邦家族 那兄弟蔡明中蔡明星 他變成是台灣首富了 這個很難想像 一九九七 九九八 富邦銀行可不是這樣子 當時銀行的狀況 現在轉眼之間 變成台灣首富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五十 台灣五十大富豪排行榜 有變化囉 請來大咖歌手駐鎮 今年初富邦金控尾牙超盛大 董事長蔡明中更發錢不手軟 少的可能兩個月吧 或者甚至比兩個月還要少一點 但多的 多到二十幾個月也很多 口袋好深好深 蔡明中蔡明星兄弟黨 以身價約兩千五百八十四億台幣 再度蟬聯不比是雜誌 台灣首富 第二名是旺旺蔡衍明 身價一千九百七十億 爬上第三名的則是最近頻頻拓展版圖的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第四名是鴻泰集團林玉玲 我們會著眼於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 為了鴻海能夠到一百歲 鴻泰林玉玲 然後還有這個國泰集團 這些都是比較受到一些 房地產的影響 像鴻海的話 它有往前近一點 那最主要的是因為它最近的股價的表現 依然是不錯的 有人往上爬 也有人跌不停 頂星衛家從去年第三跌落到第五 還有徵產風波讓長榮集團跌出榜外 台縮王家今年也才再度回鍋 另外鴻達店王雪紅 則是唯一入榜女性排在第五十名 頂星衛家因為他們的股價 他們的股價在這一陣子的滅頂風暴之後 股價下跌 所以有稍微倒退 鴻達店從一千三百塊掉到 現在是百元首度百元大關 那我想這個部分對它的整個身價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大的 許多科技業大佬雖然榜上有名 但受到中國和全球景氣影響 總資產比去年少了3.3兆台幣縮水13% 尤其蘋果供應鏈打擊更大 鴻海郭台銘身價更是一口氣掉了兩百二十六億 眼看老闆們荷包大瘦身 底下員工恐怕也不會好到哪去 記得綜合報導 好 名單在這邊 這看完之後手會麻 他就不要吃徐力 馬上手就已經開始運作得很順喪 這個金額是多少 這兩千五百八十四億元 我這樣講 後面這尾數十億元 就已經讓人家覺得不可不可相信 那一去掉我就很高興了 真的喔 沒有啦 不止啦 你身家不止這個 兩千五百八十四億元 不是兩千五百八十四萬 那我們知道以前都是蔡衍明 是這個首富 那現在是一千九百七十億元 郭台銘是一千九百三十八億元 那我們往下看 蔡宏土 郭國泰竟然掉到第六名 真的是當時富邦家族最不看好的 就是他們他的父親 他長得像他父親 其實不是他 就是當時富邦集團是整個國泰集團裡面 最沒有看頭的 現在第一名 而國泰掉到第六名 是一千四百五十四億元 好 再往下看 日月光的張前生家族 也有高達一千一百六十三億元 其中有一個非常優秀的本土企業家 真的是一手一手把企業做起來 是振興集團 然後振興集團上 他們這個有人就是往生 真的就把這個遺產稅一毛錢都不減 那一年我們的遺產稅突然大幅增加 就是振興集團貢獻 他們的創辦人有一千兩百二十七億 不得了 全球前十大輪胎公司 還有廣達林百里 也有一千一百三十億元 可是我們真的比較好奇的事情是 怎麼會有一個集團 突然像那個沖天炮嗎 再看一下那個數字 兩千五百八十四億元 市委 這富邦賺錢像賺水一樣 是沒有錯 根據最新一期的富比士雜誌 針對亞洲區的這個 我們臺灣五十大富豪來講的話 這一個富邦兄弟 蔡明忠 蔡明星兄弟 以兩千五百八十四億元 殘連臺灣首富 哎呀 但是我必須要講 傑明哥他是兩兄弟加起來 不是單一的 是 那你看到 那頂心也是四個 是沒錯 可是頂心至少 蔡宏圖也是首帝 受到了那個食用油的影響 但是你如果看第二名的 這一個旺旺集團的蔡遠明總裁 他是一千九百七十億 是 他是個人 他一家是很多人 是沒錯 但是他還是以他為首 對 那你看到第三名的 今年的第三名 是去年第四名的 郭台銘總裁 鴻海集團 因為吃下飛利浦 第四名的是去年 第六名的 這個不用講 這個最大的帝王 你吃喝拉大睡都要加 鴻泰集團 林玉玲 那第五名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遭受到 二零一四年 這個食用油的一個事件 頂興集團 魏家四兄弟 是一千四百八十六億 可是這樣看來看去 一來就去 都是你要簽十名的 都至少要一千億台幣 幾條的 至少要一千億台幣 幾條的 可是我們這樣看下來 這樣都沒差 沒有女生 怎麼沒有女性的 事實上女性的 是在第五十名 因為曾經有女性首富 是一個女性的 是沒錯 但是這個就是鴻達店的董事長 王雪洪女士 他是以兩百七十五億台幣 身家名列第五十名 他縮水縮得很大 那一般都會覺得講說 這個上榜的女性好像很稀少 然後這個凸顯台灣富豪榜 驚人的性別差異 但是我們要講的 你講說講到男性 剛剛這個國動委員也有講 他兄弟很多 但是大部分都知道講說 有這個一夫多妻子 你算說沒比較多 你是說旺旺是 這個我不講誰 那不是女朋友 是女朋友 但是我要這樣子講的原因是 你看這一個王永慶 還有前一陣子的 這個長榮的張榮發 長榮發還有兩個而已 他們過世了之後 那就有這一些大房二房三房 幾房他們就會增產 那增產的結果 今年你看到台塑王家 還好有到第七名 可是他們去年是跌出榜外的 所以財富又回來 台塑最近賺錢 好啦 那你說台塑 那你今天講到這個長榮 長榮因為張榮發剛過世 結果他今年就不在榜內了 因為他的二房三房 還在增這個家產 所以說有時候這個 集團的創辦人 如果說太太比較多的話 然後如果說這個身後事沒有分配好的話 那你看到 這個富豪排行榜就跌出來 但是如果能夠處理好的話 你看到富豪排行榜又回來了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必須要講 你看到這個ATM 你去的時候 他就自己要帶子拿著 錢就會自己跑出來 好爽 那個是要有頭腦的 但是如果你要能夠升為富豪排行榜 那個真的也是要祖上基德 世偉你有五個小孩 我開始有點擔心了 小偉如果哪一天的時候 五個小孩真才怎麼辦 不好意思 傑兵哥沒有財產 不會啦 世偉你太客氣了 當時最紅的這個電視購物專家 每次賣東西 什麼東西就擋擋賣爆 那個人叫誰 那個叫鄭世偉 客氣客氣 世偉是不敢講 好 可是講到這個蔡明忠 明友蔡明忠似乎好像也 雖然看起來是非常開心 而且你知道這個陳海玲 當時因為反核一炮二紅 以前我都不知道他叫陳海玲 看起來其實他也有夫妻臉 可是說真的這麼有錢 背後還是有心酸 他有小孩子似乎看起來 不是那麼的我們說一般的小朋友 對 因為這個照片裡面 可以看到他去上一個友台節目 叫愛的萬物論 那在這個對話裡面 他特別講到他最小的兒子 叫做漢漢 一般他前面的小孩子 其實你看過他們全家福的話 他小孩子長得還蠻好看的 因為兩夫妻長得也不差 而且開玩笑 這帥哥 你看這個下巴 這跟我很像 不是 下巴就帥了 他老婆你看 瓜子臉生的孩子 當然一定是很漂亮 對啊 所以他跟士偉哥一樣 很喜歡小孩 所以他們家有四個小孩 那其中最 還是輸一下 人家五個 對 可是他最小的這個 可能比他五個花費還要重 為什麼說這個最小的 因為他是得到海性疾病 而且他們不是說沒有做產檢檢查 他們在產檢檢查五個月的時候 醫生就已經告訴他說 奇怪 你的小孩子的腦部 怎麼沒有再發育 已經停止成長 腦部已經停止成長 五個月 那一般大家就會認為說 是腦性麻痺 腦性麻痺 最後一個最小的 就第四個 所以我才說最後一個花的比 可能比士偉哥養五個還要多錢 已經在這裡 因為為了造就這樣 四個應該有幾個億 四個大概四億 那有可能他就想說 那會不會是水腦症 因為如果不是什麼 憑腦症或腦性麻痺 那應該是水腦症 那水腦症就是把水抽乾了 應該就是這個小孩 就應該可以好好的成長 可是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發現是一種海性疾病 比水腦症還要幾種 而且發現說這個小孩在出生的時候 他們原本要把他留掉 他們認為說 因為醫生也建議他說 這孩子就是我們相機講的 這孩子就是壞掉了 那壞掉的時候 你把他留掉 你可能也不用花費太多的精神 尤其你會貴為富邦 這麼有錢的家族 那去國泰家族 你去生這個小孩不是很profit 那所以你不如就把他留掉 可是他們夫妻後來商量說 我們還是決定要把這個小孩子生下來 主要是他太太陳凱琳 認為說我們要尊重每一個生命 對 所以他們就決定把這個小孩子生下來 可是也不知道說生下來這個小孩子 會給他們帶來那麼棘手的問題 就是說 多棘手 因為這個小孩子 你要想醫生就跟他說活不過兩個月 就生出來活不過兩個月 就在保溫箱裡面 而且不到一歲就要接受電擊 因為常常常常會 突然間就休克 對 就休克 那就是要電擊 而且他後來又被診斷 因為肚子一直鼓大 東西沒辦法消化 又有聚腸症 聚腸症 對 聚腸症怎麼辦 因為他也沒辦法吸收 腸子就沒辦法吸收 所以他常常鼓著 我們東西吃進去 你沒有消化 其實會造成命危的 因為兩三個星期你沒上廁所 那就是一件很嚴重 所以尤其是一個小孩子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常常在醫院裡巡迴 來來回來回 最後呢 因為腸子沒辦法吸收 只能喝液體的東西 就在胃這邊 開一個我們醫學上叫做胃樓管 幹嘛 胃牛奶 營養品 讓這個小孩子 一歲多小孩 這樣不是很恐怖嗎 對 可憐不是恐怖 說錯 是可憐 而且你要想 以他們兩個這種蔡民中陳矮林 大家聽到是人人呈現 風光的人 想不到他背後有這樣的一個小孩 而且他用這樣子的方式 開了胃樓管之後 因為有營養 有牛奶的營養 這個小孩才慢慢的 慢慢的 又長大了 對 有長大 然後慢慢的這個肉也長起來 然後也希望說他慢慢的透過復健 什麼的 可是這個小孩子因為這樣的症狀會發生一個反效果 就是癲癇 還有癲癇 還有癲癇 真的是 癲癇 對 這個小孩真的是可憐 真的很可憐 第一個 他腦部停止發育 接著吃飯的時候就變成聚腸症 然後聚腸症解決完之後 他變癲癇 可是這也沒打倒他們夫妻 他們夫妻認為說 這個小孩子一定是他們的寶貝 因為他的生命力可以這麼強 所以陳凱玲堅持 一定要好好照顧這個小孩 所以他們藥物控制這個小孩子的癲癇 可是每一次癲癇 你要知道都是一個很危急的狀況 如果家裡有癲癇患者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那是很嚴重的事情 可是這個小孩子 他有可能是幾秒鐘眼睛眨 或者嘴巴一直顫抖 那或者是五分鐘的時間 在那邊全身顫抖那種抖動 對他們夫妻來講 尤其是他們名人夫妻 那麼大的一個集團 都是煎熬 都是煎熬 可是他們還是蠻樂觀的 因為那五分鐘 他說那五分鐘 對我們夫妻來講是煎熬 可是對我們家裡 每一個人來講 都認為這一定是一個小菩薩 小天使 對 因為像兩個姐姐就認為說 你看弟弟的睫毛那麼長 媽媽就說他眼睛好大 鼻子好挺 長得也很秀氣 很帥氣 所以對他們夫妻來講 他們得到的一個教訓 什麼教訓 應該說是心得 就是這種小孩子 他其實會慢慢的成長 然後透過很好的醫療系統 或者是就學管道 所以他也讓他小孩子去上什麼 去上所謂特殊專班 就國小的特殊班 去上學去接收知識 他認為說小孩子在這個過程裡面 會慢慢學習到一些 他應該可以講話 或者表達的方式 那他也發現說 好像我們對這種特殊教育 臺灣對這種特殊教育非常的不足 所以他也認為說 在富邦有限的財力裡面 他應該去做更多 有限的財力 很多的財力 所以他認為你就算再有錢 你也會powerless 就是說很感覺到一種無力感 我如果還好怕 但是有時候人生命是很脆弱 這個錢是沒辦法比擬的 沒錯 他的小朋友叫漢漢 對 漢漢 然後他父母親真的花很多心血在上面 希望這小孩能夠安全的長大 然後也希望這小孩能夠露出微笑 就發現漢漢有個特殊 真的是 也許就是他們在主上記得 這個漢漢只要看到同年級的小朋友來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開心 那這錢 這給他一個很大的歧視 只要同年級的小朋友 跟漢漢在一起就很開心 就燃起了蔡明宗 另外更多對小孩子的熱情 可是你知道蔡家很奇怪 有國泰一直一直來 總是每個家族裡面 就不是老大 就會有一些很奇怪的疾病 不知道是不是有錢之後會這樣子 好了 那但是回來一件事 他們可是含著金湯池出生 因為國泰家族 富邦是從國泰出來的 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可就不是含著銀湯池出來 其實也是 也是 他也是含著銀湯池出來 他是誰呢 笑得很開心 這個我先問一下 茗玉她幾歲 五十九歲 蔡以銀五十九歲 看起來 對我不知道 應該說她幾歲了 她應該也算是含著銀湯池出生的吧 其實坦白講 我不是拍馬屁 因為她買的那家電視台 我前前後後待過十年 換過四間公司 但是你知道那間公司真的是蠻風 那家電視台真的蠻風雨飄搖的 就我待的前期 甚至還有那個我出差費付不出來 我自己墊錢 然後去做那個採訪 做那個小黃 然後還要自己付錢的 對 那我覺得必須平良心講 就是她接手之後 整個財務狀況是比較穩定的 那至少大家有年終獎金啦 然後這個這個有什麼獨家獎金 之後都不會燒給 這個是對蔡老闆的一個 就是說就是讚許她啦 這樣是還蠻穩定的 那坦白講會為什麼會繼續穩定下來 最近這個 因為韓濱沒有來 應該韓濱來一下 因為最近這個中式集團 這個罵蔡英文罵得很厲害 看樣子收視率也是不錯 現在好像是她有個節目 收視率還不好還不錯 所以蔡以銘應該是貓到了 不過蔡以銘是做旺旺的 做食品的幹嘛買電視台 坦白講就是大家想到旺旺 就想到什麼先輩 對不對 那大家就想說她做先輩起家的 那她從臺灣的這個先輩 慢慢賣一路就賣到大陸去 然後在大陸其實是 賺很多錢 然後食品業就幫她也是 算她的這個第一桶金這樣 那據我們的了解就是說 她其實在大陸 就算即使她很有名 像鼎心 康師傅都賣得非常好 可是人家提到這個 她在大陸的時候 她後來慢慢把這個生意 也做到大陸去了 那人家提到蔡旺旺 蔡野民 人家講說 你還是賣先輩的 那個做餅乾的啦 對就做餅乾 還是一個食品商人 應該這麼說 就那個做米果的 我知道 就是那個米果 現在不是 那個做電視台的 而且是媒體的達人 你的嘴臉真的很像達人 是 所以後來就有幕僚跟她献策 就說 那其實你要轉換你的身份 因為可能大家就是對商人比較 沒有那麼的尊崇 如果你灌了一個媒體大亨的話 電視大亨了 媒體大亨了 哎呀 這個不得了 第一個就是人家有權了 有錢了之後 都會想要有權 是 其實事實上你有權 有聲音要被人家聽到 最好的方式 其實就是買電視台 所以那時候不要忘記 她那時候跟NCC 不是打那個望中案嗎 是 她也是整個 集整個電視台 所有的媒體之力 輿論之力 去跟她整個對干 那坦白講她經營電視台 有她的目的 就是她現在大陸 人家講說 這個是中石集團董事長 旗下有電視台 有報紙 有雜誌 什麼通通都有 這了不起 咱們中國的什麼央視 那是國家的 您竟然可以搞一個電視台 挺有能力 真是 沒錯 所以她為什麼就是一定要有 這個媒體大亨的稱號 那事實上 就是我在那家電視台服務 也很久了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幾個點 就是我們那時候電視台 就會變成參觀景點 然後每次譬如說 什麼江蘇省書記 然後什麼拿什麼省書記 咱們江蘇也有江蘇衛視 是他們那個 衛視那個電視台合作 那很長 人家是長官來 江蘇省臺辦 那省書記 是江蘇衛視的老闆 就過來看一下 就是書記 書記立正正好 那是人家行政首長來的時候 省長級的 對對對 我們電視台就會變成 整個參觀景點 那我們每次去 其實後來就見怪不怪了 就上班說發現什麼鋪紅地毯 不知道 你幹嘛跟你捲蛇 就鋪紅地毯 就知道說今天有大官來了 王世綺來了 對 就有大官來了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就開始掛上 那個紅布條 就說歡迎某某省書記 來參觀這樣 然後後來前一天 然後我們的這個電視 就是大家還會發訊息 就是說你一定要把你的座位整理好 然後雨傘不能亂掛 然後你所有桌面都要整理乾淨 就要注意服裝儀容 為什麼 因為大官要來參觀啊 大官跑來參觀你們的書桌幹什麼 沒有他走過去 你電視台要給他乾淨的明亮的形象 不能很髒亂啊 這樣人家會有損 有損人家這個形象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最特別的一點是說 就是 可是每次到每個層樓 都有看到噴水 燈一直噴 這個不是有損形象 這也是一個產品啊 這是他的產品 那個是可以吸消毒清潔風氣 人手一瓶的你知道嗎 那我最後講一個 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是說因為人家大官來 那所以我們一定要 我們這種記者當然不夠看 就一定要派出我們當家主播 去歡迎 然後去跟他介紹我們的 整個電視台的樓層 那後來呢 我就走過去就發現說 為什麼這些大官走了之後呢 你知道我在地上會發現一層厚厚的 然後你知道是什麼 然後看到他們大陸組的同學 就每個人都在做手工業 在那邊包裝 我才發現說 原來他們做一個DVD 就是說你官員來還不夠 就是要先安排這個主播呢 去跟這個大官做訪談 然後就是把他歌功頌的 然後你完了之後 他們做成特製的DVD 然後呢 還要做這個封面 很美 比如說某某誰 然後訪問這個江蘇省書記 然後就是大家做幫忙做手工業 手工業包裝成DVD 然後送給這些官員當伴手禮 天啊 真的是什麼面面都聚到了 不過說真的啦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身份 比如說我們像我們視為的 他是國民黨這個文傳會副主委 他在家裡的就是正爸爸 那麼但是到電視台就是購物專家 有一天會在新北市當議員 所以不到這種個子更要身份 不知道我們鄭視維副主委 到底喜歡當國民黨書記呢 還是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還是我們異電視的這個嘉賓呢 我是不太清楚 不過視維這旺旺的崛起 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吧 沒有錯 我剛剛講說 你如果沒有機會到ATM提款機 他會自動吐槽給你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主上有的 主上有的的話 你也要自己要努力 剛剛潔平哥問我 事實上我們講坦白的 生活當中都是Live 那你每天都要面對不一樣的 我講我個人的一個例子 你看他過去當購物專家 然後我後來當了台北縣議員 我記得我在99年 落選的時候 不是蔡衍明告訴我一件事情 落選的時候 真的對我人生打擊還蠻大的 那個時候是誰跟我講 林玉玲 林玉玲 林玉玲他我在落選了兩天之後 他來盧州 他是盧州永年寺的主任委員 我爸爸是重幹事 他是三仇取家的 我也是委員 然後他也蠻疼我的 他只有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不要緊啦 落選就落選了 人什麼沒失敗過 要成功就要很多失敗下去 你失敗沒關係 我年輕的時候 我如果思考做失敗的時候 我都怎麼樣 第一 睡得飽 睡得飽 他就告訴我 回去睡飽一點 睡飽一點 明天太陽還會出來 對對對 那是一定的 那明天 再來明天思考 這句話有道理 真的 那我真的回去就睡飽一點 那回來 真的 你就拋出腦後 你不要再去想 都已經落選就落選的事情 所以說 我就覺得講說 人家成功有 人家成功的道理 你必須自己要先安穩 你看到蔡衍明總裁 大家都會講說 旺旺 旺旺就是像剛剛明玉講的 就是先輩嘛 可是你知道 旺旺兩個字哪裡來的 因為蔡衍明很喜歡狗 所以說 他得到了這一個 製作先輩的技術之後 他做這個米果 那因為他喜歡狗 所以說 他就把這個米果取名為旺旺 可是他成為旺旺 這個先輩成功之前 你知道嗎 人家叫撩不小心 敗家子 為什麼 為什麼 台灣已經是二首富了 生意失敗 他也會生意失敗 他在十九歲的時候 他爸爸有一間 這一個食品加工廠 加工魚罐頭的 然後他爸爸去跟朋友買來 那因為家裡面是做什麼 家裡面是做這個製兵的 那他十九歲的時候 高中叛逆 那跟兩位學長發生了糾葛 兩次 就跟學長完結了 後來索性就不讀書了 就回家 然後到他爸爸的這個製兵廠 那他在十九歲的時候 他爸爸去跟他朋友買了一個 我剛剛講的加工魚罐頭的 這一個宜蘭食品廠 結果買來之後 他爸爸沒有空可以去經營 他就至高奮友說 爸爸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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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歲就去做這個宜蘭 食品廠的總經理 結果他去的時候他講什麼 他說他回憶的時候 他說我帳也看不懂 人也不認識 我又不敢問 是 損益表是鑽是賠 他也不知道 等一下 你跟我說他做生意不知道 損益表 對 是鑽是也不知道 十九歲 只有一個結果 只有一個結果 他絕對是殘缺了 只有這個 不會在乎錢多錢少 傑林哥 我不曉得說四十年前 他爸爸是錢多錢少 但至少他爸爸做自品廠 至少他爸爸有錢去買 這一個加工 這個罐頭的食品廠 給他當總經理 那多少 好啦 了了一億 等一下 他十九歲的時候 他現在是五十八歲 五十九歲 十九歲是四十年前 對 四十年前 虧掉一億元 四十年前一億元 可以買多少三十坪的公寓 告訴我 但是他不是一進去就了 他一進去的時候 他就想說做洋菇 鮪魚罐頭的一個宜蘭食品 然後結果他第一年 前一年 有共同外銷的罐頭 共同分配 這個回充的一個利益 他也不曉得他賺了多少錢 結果他就 我剛去做總經理而已 公司就賺錢了 他就想說 賺錢怎麼這麼簡單 結果他那個時候 就把他擴充做什麼 做這個浪胃鱷魚絲 我有印象 然後做浪胃鱷魚絲 其實我覺得這個點 是他要買媒體的一個出發點 為什麼 他那個時候做浪胃鱷魚絲的時候 他就花大錢 請這一個廣告公司來打廣告 結果上電視打廣告 結果你知道嗎 就好像丟到水裡面一樣 那個一個廣告費要多少錢 結果你知道 結果錢花了 浪胃鱷魚絲庫存在倉庫裡面 結果賣不出去 結果廣告一直打猛打猛打 結果後來因為管理不散 他也不曉得庫存多少 他沒有去關心 就只想說我就買買買買 然後一直走一直走 結果庫存太多 賣不出去 廣告又花了那麼多 結果你知道 他就賠了一億 結果賠一億了之後 那個時候 一億當時在台北可以買 你看到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六百套 三十坪的公寓 然後人家就講說 大家就會看到 看到他的時候 就會有異樣的眼光 事實上自己心裡面就不舒服 覺得說 你稍微有一個眼神不對 他就覺得講說 你是在評論他 你是在虧他 你在教他 結果人家就講說 他是撩不撩 結果他那個時候 壓力大到 膠感神經 腹膠感神經都失調 甚至得了憂鬱症 他還想自殺 所以說 我為什麼剛剛在講 這個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講說你失敗沒關係 成功是很多的失敗所累積的 好了 他因為這樣子十九歲 賠了一億 結果他到了二十二歲的時候 他觀察到了 講說台灣稻米資源過剩 對 台灣的米太多了 對 那怎麼辦 他就看到了 這個街頭的一個場景 他就覺得 日本做這個米果 把這過量的一個米 再製然後變成米果 他這個時候二十二歲 他就到日本 去找這三大米果廠之一的 這個顏種制 尋求合作 然後六十四歲的這個 曾紀座社長 他去拜訪的時候 他說你這個小孩 人要怎麼跟他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而已 他說不不不不 稍等 我給技術給你的稍等 你這麼砸了我的招牌 對 可是他蔡衍明總長 他不放棄 他連續一直去跟這個社長 一直跟他擄 擄擄 好不容易 終於獲得社長的首肯 獲得了這個技術輸出 從日本把這個製作米果的技術輸出 拿回來 所以他那個時候要做米果的時候 因為他喜歡狗 所以說他把這個品牌就叫做旺旺 並不是以希望講說自己的事業旺旺 所以說他取作旺旺 結果他因為喜歡狗 他就把他取成旺旺 好了 他那個時候就到海峽對岸去 一般如果說你海峽對岸那時候剛開放 都是在廈門沿海 八零年代 對 可是他那時候資本額不夠 他自己跑到哪裡 他跑到湖南 然後到達內地 那內地都沒有人去啊 可是內地不會吃米果 他會吃米果 好他到了內地去 那相對的啊 你內地因為那時候都在沿海啊 結果你到內地去 那個湖南的首家的台灣企業 多麼的高興啊 所有的這一個喔 配合官方的配合土地啊 什麼融資什麼都配合啊 哇反而他那個時候可以 我們撲無湯湯湯 好啦那那第一次 他享受了很多的優惠政策 然後他第一次到這個鄭州的糖酒會 去參加這個首賣 對 然後就接到了三百多筆的訂單 很開心啊 接到了三百多筆的訂單你知道 結果沒有廠商拿錢來提貨 為什麼 接的是空單啦 空單那不就完完啦 完了完了完了 是不是為了重蹈十九歲 那個時候的復測 再虧個一億元 如果那個時候那些倉庫堆的米果 結果你端端都來 人都沒有拿錢來領 那怎麼辦 欸他突發奇想 他把這些米果怎麼樣子 送到上海南京長沙廣州等等 讓學生去吃 他到第一線城市去了 對 他就把他製作的米果 給這些學生吃 結果哇 快過期了 然後他拿去 欸我送給你吃總可以吧 結果送給他吃 結果獲得好評 大家講 喔這米果好吃好吃好吃 後來訂單慢慢來 你知道他第一年到大陸去 他的營收 創造的收入是多少 2.5億的人民幣 哎呀 所以說真的啊 我還是講真的 除了說煮上去的 自己本身也要努力 好我們得到今天失敗的時候 就早上睡早一點 太陽要起來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名譽在他的集團裡面上班 其實旺旺是對員工還不錯的 好我們來聽聽看這個故事 而且更驚人的事情是 他家裡的人是只生 他女人只生小孩 不當老婆 這怎麼回事 我們進口廣告